在今日的世界 大家认为 有钱人多些 还是穷人多些呢 结论是 既然大部分的财富 都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 那么 穷人就会是占大多数了 看起来 如今社会的现象 穷人往往是 受到稀压的一帮人 信仰不单只是 人和上帝的关系 也都包括人和人的关系 上帝藉着阿摩斯先知 谴责他的子民 以色列人 说他们厌弃而祸惑的奋怀 随从虚假的偶像 违背十假 上帝还继续责备他们 在社会、宗教和道德上的不义 和稀压的行为 第一 他们怎样欺压穷人呢 阿摩斯书 二张六节话 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 为一双鞋卖了穷人 他们为了钱 而将那些穷人 买去做奴隶 而义人 是指在法庭上的被告 他们是无辜的 但是法庭竟然颠倒是非 将无辜的人定罪 因为法庭竟然颠倒是非 因为法庭被有钱人 賄賂了嘛 而所用的代价 只不过是一双鞋 但当时的人 却是没有怜悯的心 来对待穷人 以上所讲 欺压穷人 和对穷人缺乏怜悯的例子 其实 在现今的社会 一样有存在 只是情况不一样 例如 工人辛苦做事 所赚的工资 被拖欠 穷人因为无钱 请律师 在法庭上帮他们 而吃亏 第二 在宗教 同为道德生活上的破产 阿摩斯书二章七节话 父子同一个女子 行任 试读我的姓名 继续在二章八节话 又在他们神的庙中 喝受佛之人的酒 当时的以色列人 敬拜巴历 庙里面有妓女 进行淫乱的活动 他们拿了 穷人所典当的衣 铺在祭坛旁 还躺在上面 他们在敬拜耶和华的 祭坛旁边 欺压同胞 而且放纵情欲 可见他们的宗教 和道德 已经破产到什么地步呢 环顾今天的世界 那些人何尝未欺压 弱势群体呢 道德衰败 就以美国为例 人不但普遍离弃上帝 而同性恋支持者 不断扩张影响力 改变一男一女 婚姻的定义 若然不会改 恐怕就会好像 以色列人一样 受上帝的认罚了 请大家一起同心祈祷 赐我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在你的创造里面 人人都应该平等的 一起管理世界 一起享受天上的资源 不过 只是因为有人 违背你的讯会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以强令弱 要因为有人利器上帝 追随偶像 放纵情欲 嫌干淫 和种种的不义 求天父你要输 求天父使我们的社会 人人以爱对待沦舍 而且愿意悔果认罪 行公义 好联民 全谦卑的心 与主同行 又求天父使法庭能够按公义审讯 使行恶的被承知于法 使无辜的得释放 天父啊 求你使人按照你的创造的秩序 尊重一男一女的婚姻 只识一切 违背你圣洁的行为 求主使教会弟兄姊妹 能够在真道上装备自己 保守圣洁 能够战胜世俗潮流的挑战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命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倾心吐意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土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土的事项 传真至 prayer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赐福看顾你